首先咱们吃可能就想着吃大羊腿 过瘾或者羊排 你怎么就想着把羊腿也这么改到 说话我就根据菊花鱼创新 尝试一下 一个是自然的 一个是成制的 你是为了用口味来弥补它的肉量吗 对了 找这个肉比较多的地方 我怎么拼得这么烂呢 请一家学习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改条丝状 就这样一条一条的 我已经开始放弃了 你看我们杜哥的这就细长细长的 很均匀 对比一下残不忍睹的我的作品 也不错 还得继续努力 对吧 得下功夫 那我们接下来这改完刀了之后呢 进修杂志 羊小腿肉片成薄片 再改刀成丝 味道调查员看着现在的造型 实在很难与菊花联系起来 把这个骨头砸掉 为了方便它这个重型 这道菜是愈做越小了 愈做越精致了 现在呢我们再用那个蚝油和海鲜酱 再上一点点味道是吧 上完味道以后直接拍肥 这真的是挺费劲的 你想这一个羊腿肉就这么多 当初没有觉得很烦吗 这个步骤很繁琐呀 你只要喜欢干想干 特别是客人吃过以后 在夸你的时候那种感觉 这种纯旧感 自豪感 对 自豪感 走出安徽 走向全国 走向全世界 羊腿肉用葱 姜 料酒 八角 盐 简单腌制20分钟后取出 再沾满海鲜酱与蚝油 最后裹上一层玉米淀粉和吉士粉 入锅油炸 一朵朵形似菊花的菊花羊腿 就制作好了 好 现在我们来熬的是这个橙汁酱 对 橙汁酱 对 花梅 还有这个橙皮日 现在我们又加这个橙汁 哇 汁水还是很足的 蛮有力气的 这个味可是相当地地道啊 全都是新鲜的食材 这是我们采回来的杏花米 我们要加点白醋 有酸 有甜 是的 现在我们有淀粉 水淀粉 水淀粉 芡汁的效果出来了啊 香甜可口 这确实是年轻人更喜欢啊 是的 是的 辣椒面 孜然粉 混合成调料粉 撒在菊花羊腿表面 就是孜然味的菊花羊腿 将化梅 橙汁 蜂蜜等下锅烧开 勾芡 酸甜口味的菊花羊腿也大功告成了 来看看 沙鹅 就是胡可